我们认为 就是你光像不行 那是外形 最重要你要把黄文秀的精神气质 传在过来 这种东西真的是挺难 就调动合一 身在乡村 放眼世界 一起走进黄文秀的人生历程 央视的广大观众大家好 我是大山的女儿的导演 雷献和 我们这个剧是写 广西的扶贫楷模 黄文秀的 基本上就是以她的故事原型 写了她在北师大 念完研究之后 毕然回到自己的家乡 到扶贫第一线 参加扶贫攻坚 解决了当时百尼村的 很多很多的问题 她去百尼村的时候 大概还有100多户 评空户 到她去世的时候 一年期间 大概就只剩下十几户了 主要是写她的 这个扶贫过程中的试迹 那个懒汉 不用去管她喽 评空户 一户都不可以剩下 我的责任 就是帮你们解决问题呀 我来帮你重上研 她考上重点高中 2020年底前 全国所有的贫困户 都会全部脱贫 力求高度还原 包她的脸型 包我什么时期 她戴什么眼镜 包她的出什么变 我们都大量资料来查 就从前查到后 你比方说那个 去采风戴着那个风帽 然后拿着那个风枪 那我就特意模仿 找那个照片 就放眼镜 所有的都靠着 一样一样的表情做的 甚至基本上都可以压着 拿着什么东西怎么做 尽量做到形式 尽全力做到形式 把我眼镜 她的格式 什么戴什么眼镜 因为她有好几种眼镜 那我们当然要选了 基本上就得选 什么是阳龙的脸型 在什么时期待 因为她是现代青年 就是瑜伽我不太懂 但她自己 她平时还那个 在农村有闲时间的时候 她还练瑜伽什么的 爱美的姑娘女孩 嫌自己胖 比如说练着瑜伽什么的 她有个店 尊门店 那瑜伽店 就特意从她拿 就是她真的瑜伽店 扑到地上 就尽量做到形式 实际上 那个最重要的我觉得吧 她还是有表道理 还是审慈 这审慈是最难的 包括说话的语音 听了大人而无音 来模仿她说话的声音 和语气 语调 建度假村 这是一个脱贫之父 很快的办法 拿我的百尼村 做试验田 我是绝对不会答应 我黄文秀 来这里不是来斗金的 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 包括她那个走路的姿势 站立的姿势 我觉得都很考究的 我无意中发现 有一天就是 百色新人市委书记 来慰问我们 书记说怎么样 那个生活怎么样 眼的怎么样 那个有什么婚的没有 我说你看看 我们现在都到神寺了 你看我说你看他 站的姿势都是 黄秀一样一样的 拿一个黄秀照片 你看 我说你说 真的没想到 实际上来说 我觉得就是 我们下了很大功夫 但是最下功夫的时间 还是要什么 我们争取百尼 在今年年底前 全村彻底脱贫 我们高同支部 我们百尼就是你家人 你呢 就是我们的家长 党的政策才是家长 我也有家长 我家长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他是个演技派演员 他是会演戏的 他只不过就是 没演这样的戏 第一次演完之后 让我去看的时候 我一下眼睛就吓了 我把杨龙叫上去 一块看 就你的几书已经够了 够劲了 你现在的努力 和你去世里表演的 程度已经达到了 真的达到了 就黄秀这个人物 他是会留下的 我们所做的就是 把这个留下的人物 怎么能深入到 广大观众的心中 去告诉他们 所以我们人物去舞 就不会过失 永远会存在 我们把这个人物演绎好 把他精神演绎到 能够传承的成